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有人讨论糖尿病是否真的可以逆转 有些人说可以 有些人说不行 究竟今天主流医学的意见是怎样呢 简单的答案就是 在某些情况下糖尿病是真的可以逆转 今天就会讲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下糖尿真的可以逆转 还有有什么具体方法令我们达到逆转糖尿病这个目标 传统上我们觉得糖尿病是不能逆转的 一直以来主流医学的想法就是说糖尿病就是 胰狀里面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出了问题 慢慢就越来越少 效果越来越差 所以你诊断了糖尿病之后 这些细胞就慢慢就越来越退化了 胰岛素越来越少 胰岛素主要按低血糖 胰岛素越来越少的话 血糖只会越来越高 糖尿病就越来越深 近年有些新的想法 发觉分泌胰岛素的细胞不是一定诊断了之后 就只会走下波路 只会慢慢死亡 不是这样的 初初诊断了糖尿病之后一段时间之内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可以令到这些细胞不继续死亡 更加有机会令到它再演化出一些新的细胞 分泌多些胰岛素 从而令到血糖降低降到正常水平 再说一些糖尿的原理 糖尿除了胰岛素对我们很重要之外 其实肝脏也很重要 肝的细胞就会把多余的波路糖 转化成一些储备 存在肝里面 控制血液里面的血糖 即是说糖尿病的病理里 肝也很重要 胰岛也很重要 糖尿病出问题的原因 现在新的想法就是 我们可能太肥了 太多脂肪细胞在肚里面 脂肪细胞太多 又会积聚在肝里面 又会积聚在胰岛 如果积聚在胰岛 那就破坏了制造胰岛素的细胞 变成胰岛素就不够了 或者效果不好 如果积聚在肝里面 肝控制血液里面的血糖功能 又会受影响 多余的葡萄糖 不能转化成为一个储备形式 如果积聚在肝里面 血糖又会上升 形成糖尿病 根据这个想法 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些方法 任何方法都好 把肝和胰狀里面的脂肪 减少它的话 就不会影响做胰岛素的功能 肝调节血糖的功能也会改善 常常说逆转 逆转究竟是怎样逆转呢 逆转是英文的 叫做remission 但是大家要留意 这个并不是医断尾 不是一个治疗 我们为什么叫remission 不叫它治疗呢 原因就是 如果你真的曾经诊断过 是有糖尿病 你真正是有过糖尿病 那你做 我跟着说的方法之后 有部分人 真的会把血糖 退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 不需要吃药 但是你曾经已经有过糖尿 那段时间 那些高血糖 可能对你的身体 都有一定的损伤 影响到心脏 脑的血管 令到它收窄 那些破坏已经造成了 所以你即使逆转了糖尿 你其实都要一直看着 因为你以前做的破坏 都有机会增加了 比如心脏病 中风 或者眼睛出问题的机会 最好都是有医生跟着 看着好些 扎到这个逆转糖尿的状况 也好 但是不担保以后 不会变变差 或者血糖升高 也有糖尿病 所以这个跟进很重要 说了那么久 什么是REMISSION 什么是逆转呢? 通常当你血液中的 糖化血色素 有糖尿病的人都知道 即是HPA1C 这个指标不是血糖,是HPA1C 如果它降到6.5%以下,三个月,连续三个月都低过6.5% 我们就为之,糖尿已经逆转了 当然是你无需吃药的情况之下,都可以维持到这样的水平 说到气馁了,怎样才可以逆转糖尿呢? 我发觉当一个人初初诊断到有糖尿病的话 不要太久了,不要说20年之后才去逆转 这就比较难一些了,因为20年的时间太久了 胰狀里面那些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可能都死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 这就很难了,即是初期诊断到有糖尿,刚刚诊断无奈 或者起码都要斜头那几年之内 我们要用一些非常之积极的方法,将体重降低了之后 有部分人真的可以达到糖尿逆转,即是糖化血色素低过6.5% 究竟减减多少体重才够呢? 一般现在的说法就是尽快减到15KG 15KG当然也不少,那要多快呢? 通常一般做法都是说我们用好几个月 可能通常要起码半年,将体重降低了15KG 有一部分人真的能够逆转到糖尿 现在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 用一些控制食物里面吸收的卡路里 营养去做到的 其实都不容易的,即是说 通常头个可能两三个月呢 要你完全吃一些流质 通常都是一些汤啊 或者在英国就叫做些shaqs啊那些 或者全部都要吃一些流质的东西呢 要营养师计算了卡路里呢 就是要少的,令到体重降低了 过了头两三个月之后呢 如果体重降低到理想的水平了 那接着呢就要慢慢吃一些比较正常的餐 但是呢,都要看得很紧的卡路里 就要保持这个体重一段时间 那又可能要加上其他的 就是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啦 那又要加上一些运动啦 保持着这个体重呢 那才可以就能够成功呢 就达到逆转糖尿这样东西 那如果有些人呢 那体重真的很厉害的 就是说有糖尿病啦 那他的体重呢 又重得很厉害 就是说BMI就超过35这样算啦 那如果这些呢 就是极度肥胖的人 那又患上糖尿的话 你想逆转呢 有时就会需要做一些 就是那些缩胃手术啦 那缩胃手术呢 其实就有很多种的 那他主要就是 就是原理都是将胃呢 就是本身的胃那么大呢 他就将它弄到 就是弄到很小个啦 那变成了吃下去呢 好小小的东西下去呢 那就会饱了 那就令到那人呢 就吃少些东西 那有些时候呢 他会缩小了胃之后呢 缩小了胃呢 那他们就会缩一根肠下去的 那缩一根肠呢 就令到吸收营养呢 就每个人都会少了 那从而达到更加好的减重效果 通常呢 这些方法呢 都是讲一些过重的人的 那就是说如果有过重 那又是有糖尿的话 透过这些方法去减重呢 那就有机会逆转到糖尿 那至于说一些 有部分人呢 又不肥的嘛 又有糖尿病的哦 那那些去减重有没有用呢 这件事我们真的 现在暂时呢 就没有很足够的研究 去知道 是不是那些瘦的糖尿病人 就是减重都有用的 那老实说呢 对于这方面呢 我们今天所知呢 仍然都是相当之有限的 糖尿呢 形成的原因都很复杂了 那所以呢 也不是说 所有过重的人呢 就是减重了之后 都一定能够逆转 但起码呢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 医治糖尿病的一个 重要的方向转变了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呢 记住呢 现在就按一下订阅键 按一下小鐘 那如果你喜欢这些很简单的 医学资讯的话呢 那都建议你呢 买我的新书 那里面呢 就有各种不同的 常见的疾病呢 的资讯 非常之容易吸收的 那买定一本看门口也好 那除了去各大书局买之外呢 那你们都可以透过 HKTVmall的网站 网上订购的 那也都欢迎大家呢 就留言啦 那记住点赞哦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呢 就请你介绍给朋友看 有能力的话呢 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 表达你的支持 那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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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